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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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Obenly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主題是 肌膚之妖的氣墊粉餅 這支影片就是14個小時的實測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的開箱 這是新買的 氣墊粉餅 然後呢 你們看我剛剛買的這邊 是它的價錢 我買的色號是 B10 一個瑞欣 然後這個是它的盒子 我們來打開 它就是肌膚之妖 它們很漂亮很高級的 絨布 然後這裡面就是有 它這個很美的 氣墊粉餅的外盒 打開這邊就有寫我的色號是 B10 這邊是會有這樣子 一打開就有香香的味道 然後有非常飽滿的 氣墊 但是我覺得它的 你們看它其實不多 它的粉撲非常的有質感 這邊是很舒服的斷面 然後這邊就是有點融融的 厚薄度算是蠻薄的 開箱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昨天已經有先做實測了 但是因為我沒有做上妝 來不及 因為那時候太早了 所以呢我今天就來補拍一下上妝 然後打開呢就是這樣 鏡面非常的容易沾指紋 它這個還蠻緊的 看它這個非常的扎實 壓下去 這樣子 輕輕地壓就可以看到 滿滿的粉底 現在也沒有上什麼 遮瑕跟防曬 然後我現在就直接上臉看看它的效果 這樣應該看得清楚 好 你們看 這樣 它就是屬於比較中等遮瑕 很保濕的感覺 那我就上一半的臉 然後我這邊是有一點點的粉刺 然後下巴這邊會有一些小粉刺痘疤 因為剛剛生理期彎 你們看 很滋潤的感覺對不對 就是有一道光 但因為我是混合性偏油 夏天的時候 所以呢 我還是會定妝出門 等一下也可以遮一下 好 然後它的 粉底就是有幾乎這樣它們的味道 很好聞 就有點像薔薇還是玫瑰的味道 花香調 那你看我剛剛壓了一下 其實它就可以半邊人臉了 好 給你們看一下差別 拉近一點 你們看兩邊 就是幾乎泛紅這種我臉上的小血絲 都已經被遮掉了 我現在沒有用任何的遮瑕 你們看這個光 如果沒有打亮的話 這樣子的光我覺得還蠻好的 現在快接近秋冬 我覺得之後我的皮膚會變得比較乾 就一定會很適合這個氣墊 那我現在已經上好了底妝 那我就先去把我的全臉的妝先上好 然後我現在已經上完妝了 然後你們看一下 現在我是已經加了蜜粉 所以會在我等一下稍微出油的時候 它就變成奶油肌的感覺 然後這邊有一點點 就是它已經把蜜粉融入我的底妝裡面 稍微一點點的瑕疵是蓋不住的 但是整體來說我覺得 它的滋潤啊 然後還有修飾的感覺 還有整個膚質的提升 我覺得還不錯 我的眼睛今天好腫喔 今天是11點55分 我剛拍完片 然後我們現在要吃午餐 然後你們看到我現在 今天用肌膚之藥的底妝 就是非常的柔和 然後我覺得它遮蓋 修飾毛孔的感覺蠻好的 但是遮瑕力就是中等 你看 那我們等一下會先去吃伊蘭 然後再出去逛一下 然後之後我們會去看電影 然後一直到晚上跟你們更新一下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2點 這樣變24分 然後我們已經吃完飯 然後剛剛走了一段路 然後流了很多的汗 然後但是我現在在皮膚上 可以看到就是這邊稍微有點脫落了 因為太熱了 然後但是都沒有那種乾紋 然後下巴就是一點小瑕疵跑出來 但是整體會變得還是一樣是蠻奶油肌的感覺 還OK的妝感 今天要去5點0分 所以我現在早上上妝 一定是精華12個小時了 看一下現在的妝容 就是有點出油了 然後我剛剛太累 所以我就換了眼鏡 那你們可以看到鼻翼旁邊都是有點出油 然後這邊是剛剛長了一些動作 然後是還蠻有光澤的 但是因為我是混油 現在夏天是混油 所以就有點出油 然後看到有一點掉了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已經到家了 現在是上妝的14個小時 可是皮膚都沒有暗沉那些的 頭頭的地方 就是還是有殘餘點很像奶油肌的感覺 它是感覺還是蠻保濕的 因為也都沒有乾 肌膚全部都沒有暗沉 我覺得還不錯 以我本身夏天是混和偏油的狀況下 我覺得還OK 但如果你是油性肌膚的話 我就覺得你不要去買這一塊 因為我混和偏油的話 我到晚上它是覺得鼻翼這邊會有點太油 我覺得應該是看個人可不可以接受 這個是屬於比較自然 然後你喜歡奶油肌 然後有點像這樣子會有光澤的 你會比較喜歡這一塊 如果是皮膚比較沒有那麼好的話 這一塊它是可以提升你的膚質喔 因為我有沒有看到剛剛素顏的時候 毛孔這邊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底下這邊會有一點凹凸不平的那種小痘疤 然後痘疤你整個蓋過去 你看現在就覺得皮膚變得比較平滑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還蠻值得入手的 它稍微比較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真的蠻貴的 因為它是三千含蕊心 然後粉膚三千 然後這個我昨天的實測下 看到第差不多八小時左右的時候 就會稍微比較脫妝一點 但是你是上班族 你在冷氣房 我覺得這一塊還不錯耶 因為如果你現在在冷氣房裡面 這一塊它就會比較保濕 你就不會說到下午會有點暗沉啊 或者是會有點乾燥的 那種眼下乾燥的感覺 以上是今天跟你們分享的 肌膚質料的底妝實測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